我现在位置是在岗城区增村镇小果庄村的村东口 我们在来的路上也看到了 路边有很多大挖车正在接增村镇的居民进行异地的隔离 而在小果庄村的东口 现在已经进行了全部的封闭 再次有个20人的警察班组进行执勤 1月11号 中心设计者来到石家庄市岗城区增村镇小果庄村进行探访 因疫情防控要求 目前位于村庄东侧的多处通道已被封闭 由20余名警察组成的班组在此进行执勤 村庄内各户大门紧闭 街道上已不见行人 我们也看到在我身后侧 就是进入小果庄村的另一个通道 现在也用铁栅栏进行了全部的封闭 小果庄村紧临石家庄新乐市和正定国际机场 全村有4000多人 204省到穿村而过 使其成为周边十多个村落中最为繁华的村庄 人口流动频繁 1月2号 该村报告了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而在1月2号 小果庄村报告第一例确诊患者的当晚 高城区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副大队长张岳丽 其带领着其他21位队员奔赴该村执行任务 到这以后救护车辆 医护人员还有公安比较多 乡镇干部基本上都窜步到位了 然后乡镇的人员和大队的干部 还有志愿这个金村就把各个路口窜步封闭 事工人员封闭路口进行消毒 晚上就是一部分这个密切接触者 按照防控需要小果庄村实行封闭管理 并设置疫情防控检查站 张岳丽和队员的任务是24小时昼夜职守 除了查控人员车辆外 还要协助医护人员为小果庄村民众做核酸检测 主要是在这个设卡扣 对这个任务院的出入 车辆的出入进行盘查检查 除了这个防疫人员以外的一律不让出入 再一个就是从散号开始 村民进行的核酸检测 他们已经进行了四次核酸检测了 分屁分次里 每次核酸检测 存外的在存内做 存外的厌洁门市这一流 都是在公众上做核酸检测 分屁次里有机也做 我们现场维护秩序 还有每次的任务院进行隔离 竟专一手大量车辆出入 我们在这维护秩序 据悉距离石家庄国际机场 约5公里距离的小果庄村 1月2号出现石家庄 此次疫情的首例确诊病例 5号小果庄村被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也是当时全国唯一的疫情高风险地区 次日小果庄村所在的高城区 全域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